字幕提供 嗨 我是Randy 教你畫出屬於你的溫暖故事 這次要畫進訣巨人 為什麼要畫進訣巨人呢? 因為剛好有巨人的展覽 不過很可惜沒有辦法錄影 我只能分享我拍照的照片 這次畫兩隻在烤棉花糖 然後巨人出現都沒有在害怕 還有一隻在頭上睡覺真的超有趣的 其他張呢我有在IG發現洞 所以拍了這次影片 在畫畫前呢我會去檢視 先參考它的光影 然後它的皮膚還有它的顏色 它的顏色呢都是單色 所以呢我想要畫出皮膚的質感 有些顏色我沒有 我會選擇相近的顏色來混色來完成 首先呢我先用咖啡色先把線加出 然後上大運營機的粉色 然後這邊呢我沒有它的顏色 所以我用粉色和膚色來混色 紅皮膚我用橘色跟紅色來表現 在畫畫的時候也有淺自身 畫這幅畫的重點呢 就是虛實的掌握 不是每個環節都需要畫得很清楚的 事實要放掉 第二個是顏色的混色 要混出喜歡的感覺 如果我想要在YT直播教學 你們會有興趣嗎 有興趣的話在底下留言跟我說喔 皮膚紋理和陰影使用紅咖啡和深咖啡 然後眼睛的部分有陰影 不要全部塗黑 因為全部塗黑會很死 加一點點紅色和橘色來表現 感覺會更自然 OK 不過這部分呢先用咖啡色來畫陰影打底 用紅咖啡畫陰影面 再上紅色和疊色上去 旁邊呢粉紅色骨骼我就不上粉色了 原因上色會跟臉上的顏色起衝突 用牛鼻子以顏色加咖啡色上陰影就可以了 煙霧呢保留一點底色,因為淡淡的畫 如果我覺得太重的話可以用香皮套插蛋 在畫的時候可以加一點粉色 為什麼要加粉色呢?因為它的位置足以在皮膚附近 更透明的感覺 最後是狐狸和城牆 我想要簡單的畫,想讓巨人更突出 所以不會畫太多細節 狐狸畫法在其他影片有教過 所以就不多說了 你們喜歡這次的作品嗎? 如果想看更多用圖畫觸動每個人內心深處的感動 請訂閱按讚打開小鈴鐺 當個溫暖的人 我們下次見